10年前,莫拉克台风重创台东金风乡加兰称 当时泰马里溪水冲走了91户的民宅相当严重 不过居民并没有灰心,一同新手重建家园 如今10年过去了,为了感谢曾经协助部落重建工作默默复苏的人士 金风乡公所特别安排了天地有情,人间有爱 莫拉克巴巴崩栽10周年激烈系列活动 也邀请到台东县长饶庆林及前总统马英九共同来参与 加兰部落族人以百人顶小米的方式 象征族人从莫拉克风灾后,彼此情感更加坚固 一转一瓦,共同重新建立家园 台东金风乡加兰村10年前受到莫拉克台风重创 泰马里溪的滚滚洪水冲走了91户居民的家园 如今10年过去了,为了向参与巴巴风灾重建工作 默默付出功不可没的人士,献上感恩之意 寂寞相公所特别安排天地有情,人间有爱 莫拉克巴巴风灾1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台东县长饶庆林及前总统马英九等贵宾也受要参与 人间必然有爱,一步一步的重建家园 同时呢,我们得到了教训 因为这种天灾的发生,地震是没有办法预测 台风可以预测,但是没有办法阻挡 这两个结合起来更是不得了 所以我们发展出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策略 第一,就是跳迪从欢,欲离从严 灾害,我们把它想得严重一点 我们准备出生一点,所以到时候就比较能够赏 从100,从民国98年到101年三年间陆陆续续的重建 非常的感谢我们民间的支持 那时候我们八个基地总共要建229户 有宏会、市展会、慈禁,陆陆续续的帮助我们 土地我们找到,然后有民间中央地方的三方面的合作 我们在101年陆陆续续我们的灾民都入住 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十周年的感恩 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一次的风灾,我们更团结 重建之路,部落族人历经了许多艰辛历程 也从中成长,在莫拉克十周年纪念活动中 以传统歌谣传唱,牵手同心圆方式 展现出族人有情有爱 并感谢协助部落重建的政府与民间团体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部落族人 更能够深刻了解到 今天所有的感恩,不是只有新的感恩 而是要回到行动 为了行动的呈现,才是真正的来回馈 我们过去所有帮助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们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安排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会 来呈现我们为未来的这个这样一个呈现的努力 历经莫拉克风灾并没有因此摧毁嘉兰村 居民们反而透过风灾的重建工作 彼此更加紧密 也看见族人们的任性以及守护家园的决心 记者蒋文杰,金峰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